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只顾工作的男子 因为六只企鹅而重拾家庭的故事 波普先生和他的企鹅 波普先生是个上市公司的高管 非常受公司劳总的器重 工作上步步高升的同时 他的生活也在变得混乱 独自居住在冷清清的别墅里 老婆带着孩子和他离婚分居 大女儿也不待见他 即使每周一次的见面也显得很不耐烦 这天,波普接到在南极工作的父亲 为他留的遗嘱 还给他寄了一份纪念品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纪念品竟然是知火企鹅 但是波普现在急需拿下一单生意 于是他把企鹅关在卫生间 就急忙出门工作了 他这次需要收购一个老餐厅 而餐厅主人觉得波普油嘴滑舌 并不是最适合这个餐厅的人 他需要的是一个有诚信和品格的人 生意没有谈整 同时家里有一个坏消息等着波普 企鹅打开了水龙头 在浴缸里游起了泳 等波普回家一打开浴室的门 就被大水冲了个透心凉 波普决定弄走企鹅 于是打电话给动物控制中心 但对方一看是只企鹅 就说要找渔业部 渔业部又说要找海洋局 海洋局又说要找卫生组织 卫生组织却说他们只收死的 无可奈何的波普只好偷偷扔掉企鹅 没想到一出门就被别墅管理员叫住 就这样企鹅再次回到波普先生家 让他头疼的是一只还没搞定 居然又寄来了一个装着五只企鹅的大箱子 波普就这样被六只企鹅闹得不得安宁 正好到了小儿子的生日 前妻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波普家聚会 企鹅对波普的前妻十分亲密 而两个孩子也十分喜爱几只企鹅 就在这时一个动物管理员来到波普家 波普一看家人这么喜爱企鹅 决定把企鹅留下 但家人走后波普又被企鹅吵得不可开交 企鹅还爬到他床上和他一起睡觉 他很快发现企鹅十分喜欢看电视 所以当他出门工作时就把电视机打开 前妻因为要出差把两个孩子交给波普 就这样波普和孩子的关系变得缓和起来 一天波普有个工作上的重要聚会 为了能安心出门 他找了一个保姆照顾企鹅 没想到保姆坐到了遥控器上 一下子就把电视切换到了动物世界 屏幕上出现了企鹅的天敌海豹 几只企鹅被吓得发起狂来 保姆也被吓得逃走 企鹅趁机溜出了波普的别墅 闻着波普的味道来到了宴会 就这样波普的生意再次被搞砸 职场失忆的波普开始把重心放到家庭上 学会倾听家人遇到的烦恼 还陪女儿去买约会穿的裙子 他训练企鹅让他们学会上厕所 走在马路上更加有序 看着行人的注视 波普还有些小得意 企鹅为波普下了三个企鹅蛋 一切似乎在慢慢变好 但就在这时 前妻带着新男友上了门 与此同时 之前的动物管理员也盯上了波普的企鹅 波普为了给企鹅们营造一个好环境 把别墅弄成了雪景房 很快企鹅就孵化出了小企鹅 但有一个蛋怎么也孵化不了 波普便日夜守护在这个蛋旁 但因为太久没有上班 波普被上司找上门来 波普说 只要这个蛋孵化 它就立马工作 但上司不见人情地将它解雇了 可无论波普用什么办法 这颗蛋仍旧没有孵化 动物管理员告诉他 这颗蛋没救了 波普很自责 自己没有照顾好企鹅 于是将企鹅交给了动物管理员 失去了企鹅的波普 重新投入工作 他重新回到公司 上司很快接受了它 但家人却因为波普的决定 而感到失望 他们曾以为波普为这个家做出了改变 这一天 波普在柜子下找到一封爸爸留给他的信 爸爸告诉他要珍惜眼前 波普决定带上家人把企鹅抢回来 家人一听 很积极地参与了这次行动 却在逃跑的过程中 走丢了一只企鹅 就在它即将被抓住时 企鹅背后缠着的风筝飞了起来 最终波普带着所有企鹅成功逃脱 并带着企鹅去到老餐厅的交易现场 动物管理员却冒出来说 波普绑架了企鹅 还掏出鱼来证明 企鹅并不爱波普一家 没想到企鹅在鱼的诱惑下 依旧选择了波普 老餐厅的主人也因为波普的善良 将餐厅卖给了他 最后波普和家人将企鹅们带回了南节 就这样 波普因为企鹅而重获家庭和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生活中会出现很多心烦恼 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坏事 同时我们也要珍惜眼前拥有的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